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深度的膠著狀態,聯邦最高法院 在12月11日駁回了德州針對四搖擺州選舉違憲的訴訟, 加上主流左派媒體對美國真實民意的掩蓋, 似乎使人一時看不清美國大選的走向。 然而在近日印度裔占星C的準確推算中,這些事件的發生都是必然的。 他還預測川普最終會贏得美國大選的連任, 並推算出川普宣布連任的準確時間。 自印度男孩阿南德在2019年8月使用占星術 準確預言武漢病毒新冠肺炎的爆發後, 印度占星術的預測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 11月28日,占星C.維杰 在邀書上發布了使用占星術推算得到的未來一個月 關於美國大選的視頻,最高法院在美國大選中的作為。 這個推算,精確預測了日前美國最高法院對德州等20個州對搖擺州提訴的駁回。 在12月11日至12月14日,太陽和繼都古印度占星名詞,將在12月11日在天蠍座25度發生正確的對合。 然後,在12月14日將出現日傳食。 維杰在視頻中說,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也可能無法被和川普總統所需要的及時幫助, 這個將引發信心危機。在12月11日埃曼,美國最高法院以程序錯誤為由, 認為德州等20個州不具有原告資格,駁回了以德州為首的訴訟團 對其他4州選舉違憲的提訴案件。 這個與維杰在11月28日的推算精準吻合。 據漢中國對維杰占星C預測的編譯報導, 維杰認為,他們指最高法院會同意聽,但要花點時間, 這是為了確保他們的判決到來時,在憲法取得具有無可置疑的堅定支持。 維杰說,12月18日至20日在最高法院會看到以法官和律師為重點的重大行動。 在12月21日最高法院將宣布首個支持川普的重大救濟, 但他說,這不是最終決定,而是向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在雙子座滿月的12月30日,訴訟會在最高法院取勝。 1月1日至5日,最高法院會做出川普總統獲勝的最終判決。 關於選舉人團投票以及通訊規範法230條。 這個推算中,還預測了12月14日美國選舉人團投票的情況。 維杰說,主流媒體會聲稱是投了給前副總統拜登。 社交媒體會利用這一結果對川普總統進行言論審查。 川普總統的推特賬號可能會因此受到限制甚至被禁用。 其實社交媒體依然如此,由管邀出在12月9日公然宣布, 對不承認當前大選結果、主流媒體宣布的拜登獲勝結果的所有視頻將散無射, 隨後推特也進行了管控升級,在對川普進行藍錶的同時, 禁用了點贊和回復功能。 然而,主流媒體的造假和社交媒體的言論審查, 將觸發川普總統廢除通訊規範法230條。 維杰說,12月14日至12月17日對於川普總統來說, 這個似乎是一個艱難的時期。 主流媒體中看到更多壓制訊息傳播和錯誤的訊息, 所有這些都只在令民眾以為川普總統已經輸了。 軍事行動 在12月22日至26日,會有不和平的反映 以及隨之而來的聯邦、軍事對事件轉變的反映。 維杰建議人們最好在家享受假期,現在不是舉行公共遊行或慶祝活動的時刻。 12月31日,金星和繼都將在天節座24度合上,會導致不和平的事情發生。 維杰建議女性應格外小心,並避免公開活動,最好與家人一起在家。 川普宣布連任,維杰推算,在12月10日至1月3日會有政治高手採用用間的方法, 秘密地支持川普總統,這個似乎與近期爆出拜登家族被查稅務問題吻合。 川普總統會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判後的1月6日至1月13日宣布成為美國下一任總統。 以往國家預言,關於美國2020年大選的預言早就有多個。 這些預言或預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川普總統會獲勝連任。 以色列希伯萊聖經密碼專家和拉比的格拉扎森 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的幾個月前,就利用瑞浦斯軟件搜尋託 過拉經文內隱藏的信息,成功地預測出川普會當選美國總統。 密碼還顯示川普總統會連任,而且會將美國人民從中共病毒的威脅中解放出來。 明德網在11月上旬也報導過以撲掛文明的自媒體人馬仙的撲掛結果。 馬仙認為,拜登屬馬范太歲,以拜登的八字要今年能當選美國總統, 那個都是笑話了。到今天我看,這個不是笑話了。 庚子魔咒六十年一次,祝賀拜登搶到庚子魔咒,從立東開始, 接下來有六個子日,也就是七十多天。 凡是指日,我們都可以留意看他是否被接走。 拜登的結局只有你想不到,沒有神辦不到。 美國退休消防員馬克太納是虔誠的基督徒, 在2011年4月28日,當他在電視上看到川普的時候, 聽到神跟他說,他挑選了川普出入美國總統,並說, 川普會取得2020年連任,美國的五位前總統中,將會有兩人會被抓。 川普還將引領西方的力量徹底擊倒並終結中共政權。 多謝您收睇這次時局新聞,再見。